这里头有两个问题 他说我是湖南省地居士 我在带领大众念佛时 回向后 他说我就遵照 净空老法师所开示的 我带领大众念三规一时 自规一佛 归以大悲慈父阿弥陀佛 自规一佛 归以佛舍 大乘无量寿 清净平等绝今 归以身 归以观世音菩萨 大师志菩萨 普贤菩萨 文殊菩萨 弥勒菩萨 我们在家里做早晚课 也是这样念的 这样如法吗 请开始 也如法 也不如法 如法呢 是你这么做并没有过时 不如法了 你跟大家做的不一样 那么你自己单独做 没有问题 跟大众在一起 一定要依照 大众依据的依规 整齐 整齐是庄严 庄严到场 我们自己不可以标心第一 这个说法是我在介绍 讲解三规 传授三规时 跟大家说的 这个意思 你明了就好 我们的皈依 三宝 落实 在这个 四项上 如果单单讲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身 没有一个 设置上的形象呢 我们皈依 依旧感觉到很空虚 不踏实 所以我才特别这样介绍 那么这个介绍 也是 释迦牟尼佛 教导我们 所以说不算错 但是在大众 做功课 仪规里面 它不是这个念法 我们要从众 但是心里就很清楚 很明白 这样才好 啊